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是礼拜二 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所介绍的是 MIT软实例 今天的MIT软实例 为各位所介绍的是一家钢铁业的转型的品牌 这个转型的品牌叫做圆圆设计 究竟是如何把庞克乐团当中的喜好 然后成立了一个圆圆钢艺 在自己的坚持之下 设计品牌同时还得到了 德国的红点设计大奖 经典设计奖年度最佳设计 今天我们要请到当事人来到节目的现场 为各位做说明 看看他们打造他们不同的人生 怎么样透过意志力 透过自己的坚持 翻转了他的生命的价值跟自我的认知 王冠祥先生就是圆圆刚毅的创办人 此外呢 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的政治发展当中 当然要看选举了 今年的选举啊 除了六都选举之外 每一个地方呢 都有县市议员的选举 当然也有县市长的选举 县市议员选举最经典的是 有世代交替很多的新人 来进上了政治的舞台 这些新人 他们有的过去是跟随政治界的优秀的领导人 然后呢 自己要踏出自己奋斗的人生 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不同的参选的年轻时代 我们在节目里面陆续的为各位介绍过很多位 今天呢 我们仍然是秉持这样的精神 来到台南 各位也晓得在台北媒体中枢圈 媒体比较关注的这个地点之外 很多的地方 年轻的候选人或是知名度比较低的候选人 他们很难有跟选民直接透过媒体来对话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呢 主动的开辟这个单元呢 希望能够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选民们正在等待 他们迸发出青春的火力 让我们的世代传承变成真实的状况 因此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台南市的市议员的参选人 其中有三个是立法委员的议员助理 他们要接棒 有两位男士 一位女士 女孩子叫做蔡小薇 男生叫做黄伟展 不要跟黄伟哲没关系吧 吕维颖 那同时呢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要讨论所谓世代交替的中生代的民进党的立委 是林俊宪 换句话讲 林俊宪要带着三位立法委员的助理跟议员呢 一起他们的过去传承的这些木梁们 来看看怎么样轻火相传来接棒 现在的台南跟以前的台南有什么不一样 其中有几位 他们都曾经跟随过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在他们的人生发展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呢 比方吕维颖 他就是赖清德市长的特别助理 基要秘书 那同时呢 黄伟展 他是林俊县的助理 蔡小薇 也是林俊县的服务处的主任 等一下我们要请这些年轻人来谈谈 他们的长官有哪些秘密 可以在今天呢 来透露给大家的 好 当然对于这个台南市的选举 那个到底市长选举是如何 那整个的市长的选举落幕之后 陈廷飞跟黄伟哲之间的纠纷 好像还陆陆续续的点点滴滴的 这个展现在不同的这个媒体上面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等一下我们也来一起来讨论啊 这个是今天为各位所介绍的 三位立法委员的助理的 跟赖清德市长的基要秘书的经历的 台南市的议员的参选人 吕维应黄伟展跟蔡小薇 等一下我们要问问 吕维应跟赖清德上班 到底辛苦不辛苦啊 黄伟展跟蔡小薇可是要谈一谈 林俊县这位长官私下到底凶不凶 跟他做事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正面的考验 跟私下说不出来的苦衷呢 最好他们能够爆卦一些东西啊 好这是今天的节目的安排 同时在重要的国际新闻上面呢 今天呢 大家及时新闻所讨论的是 金正恩正在秘密的访问中国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新闻呢 在CNN也都 这个是似乎也在报道当中啊 依照外电的透露 昨天呢是南韩的美日朝鲜报报道 这是网站报啊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已经搭乘了平壤 从平壤搭乘火车到了中国 各位知道中国跟平壤之间是有火车的 我们曾经介绍过Underroad旅渡中国杂志 他的主编就是从中国的东北做这个专列到平壤去访问的 那这个北京呢 因为这样子还要封入导致了交通的瘫痪 也就是因为这样这则新闻呢 就暴露出来了 这是金正恩掌握了北韩的政党的国家权力之后 第一次这个抵达中国 那有分析师说金正恩此行是向中国唤起更多的政治筹码 而中国则要抓紧东北亚的形势 避免北韩向美国靠拢孤立中国 那美日朝鲜昨天用日文报道 与北韩接壤的中国丹东火车站 那近日采取紧急措施 早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隔墙 使得外界没有办法看到北韩开往中国的列车 从那时候开始金正恩访问中国的传言就开始流传了 前天呢丹东警方更在火车站设置蛇形路障 当天下午就开始封锁火车站 那以及压绿江大桥报道表示 北韩已故领导人金正日曾经在2011年访问中国 就是经由丹东车站 当时的气氛跟这次是非常相似的 那中国的社交网昨天傍晚赫然传出 金正恩已经搭乘火车秘密抵达北京 官方铁路部门网站显示 昨天早上沈阳来往北京天津的高铁跟火车 大规模的延误 疑应要浪入给金正恩的专用列车而被迫延误 那 嗯 中国的微信也疯传 金正恩是昨天早上8点钟寻陆路途径辽宁葫芦岛市搭乘火车前往北京 当地多处婴儿封路使得不少民众上班迟到 那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一带昨天气愤速杀 当地有居民在微信上大吐苦水 指面向大街的一排窗户 全部要拉上窗帘 甚至不能占人 这一次呢 嗯 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少 刘瑞少分析说 金正恩预期五月要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 金正恩正在访效以前的新加坡 在大国之间周旋左右逢源 当然意思是金正恩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左右逢源 金正恩借着将与川普见面之事 向中国施压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同时也利用出访中国向美国施压 增加跟川普见面时候的政治筹码 这个是今天的国际新闻最重要的一则 就是金正恩秘密的访问了 这个是这个北京 到底后续的发展是如何 金正恩在习近平跟川普之间 他扮演了一个棋子 却可以掀起波澜的角色吗 也值得我们大家来这个观察 后续必须紧密的 从各种不同的情报当中 来了解对各个国家的影响 好 我们看到体育界的事情 真的是丑闻频传 这个丑闻频传是国训中心 就是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爆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月之后中心的执行长林静荣 林是双木林 静是静生的静 荣是光荣的荣 林静荣先生昨天选择在乡民很多的PTT实业法 就是PTT上 针对国训中心被指控的六大罪状一一回击 并且说他个人已经提辞呈 而不是亲自说明 这个苹果日报说 这也是台湾另类的官员奇迹 好 这是怎么说的呢 体育界正在掀起一波 这个茉莉革命 其实这一波的茉莉革命 戴姿影从最早 他对自己在羽球国际训练当中 被强迫要穿不同的品牌开始到现在 芳心为爱 我们的主政当局应该有更大的魄力来处理 但是千头万绪的利益交错 综合复杂 有些当事人不愿意让自己手伸到里面 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污染 这个东西呢 是基本上呢 是这个是慎受大家来这个诟病的 那好 在今年的2月21号 世界球后戴姿影就针对了高雄左营的国训中心的训练与球场问题 开了第一炮 炮轰球场的这个地垫破烂不已 甚至练习场地也不够用 让外界惊觉原来台湾的国家级训练中心如此不甘使用 多数网友也批评国训中心人谋不脏 也开始陆续有选手教练跳出来爆料批评国训中心 林静荣呢 回应说 的确在某些状况下 本中心的雨学场地是不够用的 但是地垫是新买的规格 也符合世界羽球总会的规范 我们的球类馆六楼有六面羽球场 怎样怎样 那国训中心在一个月内先被这个举重教练林静荣爆料 伙食其差无比 然后呢 这个教练宁可外食 甚至还影射执行长挪用选手伙食费 当作安插自己人马的人事费用 同时也被网友爆料 林静荣只顾建设A钱 不管选手生活等等 不少人入驻国训的选手 也透露这一任的执行长似乎比较关心中心的硬体 那对这个指责呢 林静荣就在网络上回应说 都不是真的 那这个林静荣的这个的去留 据说呢 是国训中心董事会 在周五召开会议讨论 其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 那这个国训中心 他拿的钱多半都是国家补助的 那在国家的补助的情况之下 那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的体育署啊 跟相关的单位的首长 应该有更有魄力的作为嘛 特别是2020年东京奥运就要举办了 我们的国家的选手的训练 不是非常的迫切而不可延误吗 幸好我们有一个球后戴字影 他这个长得非常的纤细 但是他的肌肉的爆发量很大 他的心脏的这个突破性跟气魄 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 羽球杀球的能耐啊